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学会腰部下来把球带上台的感觉 我现在是站在侧身位 为了录视频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动作 那么第一步我们在练习加转弧弦球的时候 首先是派过来的球若下选 或者是平拖过来的不转的出台的球 那我们首先把球带上台 先把球挂上台 这是我们挂球上台的这个动作 对吧 那么我们再以这种球不转的球过来 我把正手攻球的动作和这个拉 弧圈球的动作 把它连贯起来看一下这个区别 来体会一下 这是正手攻球的动作 对吧 转腰收前臂 这是这种攻球的 然后往后退一点 带起来 好 再加点下旋 好 再引拍低一点 把球先提起来 先把球提起来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质量 没有关系 你先把球挂上台 然后逐渐的前臂收快一点 收快一点 把球的点找好 带起来 等待一下 所以看到 我们先是正手攻球 对吧 然后上旋球 我们稍微带一点 摩擦带一点 然后下旋球 引拍稍微低一点 往上多挂一点 逐渐的加力 加点力 那么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我建议初学者 拍形的角度 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压得太死了 这样很容易倒到拍边 也很容易漏球 稍微压一点点 比正手攻球的稍微压一点点 然后去体会薄摩擦 薄摩擦 体会把球吃住 摩擦球的边缘 摩擦球的中上部 带起来 然后逐渐的 手臂放松 引拍低一点 重心垂下来一点 加大这个摩擦力 那么同时在摩擦的时候呢 脚要往上多蹬一点 膝盖先弯曲 蹬一点 带起来 手臂在快收 收拢 往上前方 蹬转 利用腰部的力量 发力 等待 发力 收起来 再看一下 重心多沉一点往下 手臂 收起来一点 好 那么注意初学者 在练习这个发力的时候 脚下蹬转发力的时候 不要去转 不要去转动两个脚 你去体会这个蹬转的感觉可以 但是你真正拉的时候啊 两个脚是不要去转的 站死 把地抓稳 蹬的时候 右脚往前发点力 蹬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左脚不要去转动啊 左脚不要转动 把稳 不要转动太大 不要转动太大了 靠我们腰胯的力量 把手臂速度加快 最后我再说一下这个手指的用力 那么我们有说过 在拉弧线球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球的弧线 那么这个弧线控制呢 不是光靠你的手腕或者走关节去控制 这样会形成一个方腕的动作 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重心上来的时候 身体来控制球的弧线 再就是我们的手指 来控制调节这个拍面 手指加点力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强调的 手指加力 来控制这个球的弧线 来压低球的弧线 保证球的运行方向 来看一下手指的用力 现在我不动 光靠手指 也可以把球拉上台 对吧 我腰都没动 看我手指 是吧 然后配合起来 配合起来身体 这样吃球就不要稳 是吧 手指的加力 注意我们拉球的时候 重心不要后仰了 蹬完了以后 身体重心向前 向前 这是拉这个加转 那么我们现在单球来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单球的这个加转弧线球 拉上拳球 拉上拳球单球的时候 引派不要太低了 差不多和球台同高 或者略低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拉球的这个下降前期 这是拉这个正手加转弧线球的动作要理 大家可以先体会一下 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去想着把这个球 拉得有多么转 是吧 上拳多么强 没有必要 先把球的弧线制造好 先把球吃住 上台 逐渐的有稳定性来 能够找球的节奏来 再逐渐的加质量 这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一集呢 我将给大家介绍 正手前冲弧线球技术的速成要理 向上多摩擦一点 多摩擦一点 再把力量集中 进行发力 这是前冲上拳球的这个动作要理 那么我们学会前冲上拳球以后呢 就可以练一下单球 单球的连续的前冲 正手的前冲 谢谢 谢谢 谢谢